不管出版不出版 我都会把帖子一直写下去 说真的 出版了 除过我的妻子知道这书是我写的 再不会有人知道 咱不图名 出版了 就那么一点稿费 对咱来说 也多不了什么 咱写这书图什么 图的是给自己这些年一个交代 一个总结 再图什么 图的是认识了这么多的朋友 好弟兄 每天都能在这里看到 图的是让更多人不要上当受骗 所以帖子会一直写下去 我回到家的时候 已经是午后 母亲在院子里织布 村中另外两个姨娘在放线 现在在南方 早已进入了机器化大生产 衣服成皮量生产 每个制宜工厂成千上万 谁还会要这些土布衣服 母亲他们三个人 边干着手中的活 边唠着家常 还动不动就会唱起歌曲来 都是在教堂里学会的歌曲 歌声缓慢悠长 绵绵不绝 让人听了很忧伤 我问母亲 支这么多布干什么 母亲说 有的人家装困难 买不起床单被照 教友们就织布做好 送给他们 母亲又说 神父让帮助穷苦人 有钱的出钱 咱几家没有钱 就支些布送过去 姨娘们看着我 都善良地笑着 奉献是快乐的 我从母亲和姨娘身上看到了 走进房屋 我看到了父亲的照片 悬挂在桌子上方 那是父亲此生 唯一的一张照片 这张照片 还是我带着父亲 去省城治病的时候 父亲母亲和我一起拍摄的 父亲唯一的一张照片 当时加写了几张 我们兄妹三人 一人一张 我一直珍藏着父亲这张照片 我无论走到哪里工作 都会呆在身上 后来 我有了女朋友 女朋友第一次看到父亲的时候 惊叹道 老爸真帅呀 父亲身高一米八 身材魁梧 五官端正 充满力感 多年的体力劳动 给予了父亲一副健壮的体魄 父亲确实很帅 我记得小时候 跟着父母去看老戏 西北农村极度缺乏文化生活 交苦的生活 让人们食不果腹 衣不欲寒 哪里有心思考虑什么精神享受 每年麦子收割入仓 庄稼人能够闲下来几天 这时候就有戏班子来到 戏班子并不唱戏 而是皮影 那时候也没有人敢登台唱戏 登台唱戏属于风姿修 是会像福妈妈所说的 无产阶级铁拳砸碎你 皮影戏一来 万人空下 整村整村的人都会来到戏台下观看 皮影戏的内容也都脱胎于八个样板戏 什么红灯机呀 龙江宋呀 皮影这种古老的艺术形式 现在也消失了 它只能像活着这样的电影里才会出现 而最后一代皮影老艺人都在文革中 文革先后辞世 皮影是一些人物道具 表演的时候灯光照在皮影上 皮影的影子映照在白布上 表演的人手持皮影 口中吟唱 手指翻动 皮影就会在二胡笛子和锣鼓的节拍中 亮相登场 皮影忽而在台上扭捏坐台 忽而在台上打打杀杀 台下观众如痴如醉 连声叫好 而皮影所有的动作 都在皮影一人十个手指的掌握中 那时候 电影只有有限的几种 苦菜花 铁道油漆队 渡江侦察剂等等 一年难得遇到一次 倒是皮影每年卖收后会准时出现 而皮影来临之日 就是全村农民欢声雷动之时 父亲说过 皮影有两种 一种是举在手中的 一种是吊在手中的 前一种叫舟葫芦 后一种叫吊葫芦 读音是这样的 但是字不是这样写 字到底怎样写 估计现在没有人知道了 记得有一次 皮影结束后 我走在回家的路上 母亲爱恋地对父亲说 戏台子下只有你最好看 还有一次 父亲看戏的时候 和几个插队之亲站在一起 那几个从城市里来的女之亲悄悄地说 这个大个子真英俊呀 我问父亲 什么是英俊 父亲笑笑没有说话 父亲的那张照片 是五十八岁的时候拍摄的 他五十八岁的模样 还让我的女朋友如此惊叹 父亲离开太早了 在我最困难的时候 父亲得了重病 无前一致 离开了我 在我生活好转起来 想对父亲静笑的时候 却与父亲生死相隔 听母亲说 父亲有过多次跳出农门的机会 可是 他自己要么放弃了 要么被人整治了 所以 他就一直当农民 而母亲的这些话 又是从爷爷那里听到的 我很小的时候 爷爷就去世了 印象中的爷爷很高大 却又很精瘦 他饿得肋骨根根凸起 两颊塌陷 他终于在 联产承包责任制之前去世了 他终于没有能够 吃上一顿饱饭 爷爷去世的时候 父亲哭得很伤心 那是我今生 见到父亲 唯一的一次哭泣 那时候 父亲和母亲还没有结婚 有一年 父亲感激的时候 看到公社门口 没了很多人 一打听 原来是炼油厂在招工 父亲回去后 就在大队报名了 那时候还没有 现在这么多 不正之风和腐败现象 父亲家庭成分平浓 又老实勤恳 公社也批准了 炼油厂也录取了 就在父亲 准备去当工人的时候 堂弟找到了父亲 缠着要让父亲 把这个名额让给他 父亲的堂弟上过两天学 脑子比父亲灵光得多 他早就看出了 当工人后的优越地位 那时候有口号说 工人阶级领导一切 是毛主席说的 那时候毛主席 一句话顶一万句 毛主席说 知识青年到农村去 接受平下中农再教育 于是 几百万城市青年 就去了农村 把农村叫得鸡飞狗跳 而他们自己 也成了被耽搁了一代 那时候 从上到下 全凭领导人一句话 领导人说是什么 就是什么 别人根本就不能插嘴 一插嘴 就成了反革命 农民给地里种什么 也要听革委会主任的 而革委会主任 都是些白面书生 根本就没有种过地 革委会主任说 今年平地种包谷 坡地种豌豆 你如果平地种豌豆 坡地种包谷 你就是反革命 你就是破坏农业生产 村里人曾经说过 那些年为什么那么穷 一是大锅饭 赶侠干好一个样 一是瞎指挥 没种过地的 只会种地能守 这样的日子能过好 太阳就从西边出来了 那时候有一句话是 说姑娘择偶的 一公二干三较园 宁死不嫁庄嫁 工人排在第一位 干部第二位 而农民则是最后 人家宁肯上吊 也不嫁给你 那时候叔叔姑姑们都还小 挣不了公分 挣不了公分 全家分不到粮食 父亲最后就放弃了 让堂弟去了炼油厂上班 现在炼油厂不叫炼油厂 叫中石化 中石化是中国最有钱的国有企业 父亲的弟弟在中石化退休的时候 工资拿到了好几千 还有一次是征兵 那时候叔叔姑姑们都能够下地干活 能够当一个壮劳力使用了 父亲又去应征 顺利过关 第二天就要去公社报到了 父亲前一天下午去生产队告别 队长就说 战好社会主义农村最后一百岗 安排父亲在打卖场站岗 查看是否有人偷麦子 那时候的人都非常穷 除过伏害妈这样的干部 全村人都吃不饱肚子 每年小麦收割回来 放在打卖场 统一年场 夜晚 把麦里堆成上小下大的巨型 盖上木印 防止偷盗 偷盗盖上了大印的小麦 是要被判刑枪毙的 谁也没有这个胆量 但是社员们有别的办法 一些人走进打卖场的时候 就会穿着比较大的鞋子 当麦里还没有盖印的时候 他们边干活 边把双脚踩在麦里堆上 这样鞋子里就会灌上一些麦里 顺着脚面滑到脚底 然后他们踩着装着麦里的布鞋 人受着各脚的痛苦 面容上还要装着很平静地走回家去 回到家后 将鞋子里的麦里倒出来 会有半斤重 而这半斤麦里可以蒸两个馒头 父亲在站岗的时候 看到有人走路的姿势不自然 神色也不自然 父亲知道他们的鞋子里 肯定有麦里 但是父亲没有声张 那时候的社员都穷得叮当响 父亲不忍心当场抓住他们 这几个社员走过去后 突然 福海妈不知道从什么地方闪出来了 福海妈像猛兽一样扑过去 从他们的脚上摘下鞋子 每个鞋子里都有麦里 福海妈举着这样的鞋子 像举着一面面胜利的旗帜 他义正词言又歇斯底里地质问父亲 这是什么 你是怎么站岗的 你这样的人能当解放军吗 让你给社会主义站岗 你能把美帝国主义 把苏联修正主义全部放进来 多亏我抓住了你 不然 你就会颠覆我们社会主义国家 这件事情的结果是 父亲不但没有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 而成为了农村的专政对象 每逢开会的时候 父亲就会和那几个偷了麦子的人 站在台子上 作为反面教材 遭受批判 此后 父亲只能老老实实在家做农民 那一年 我们这里的军人都去当汽车兵 全大队去了两个人 一个留在了部队里 做了汽车教员 一个转业回来了 在一个政府部门开小车 母亲在房檐下织布 织布机劈啪响着 姨娘们在织布机边访线 访车嗡嗡地叫着 这声音曾经非常熟悉 让我仿佛回到了童年 那时候 我夜晚临睡前 总能看到母亲在摇动访车 母亲的身影被昏暗的煤油灯光照在墙壁上 显得非常高大 母亲右手摇动着访车 左手抽动着碾子 仿佛在舞蹈一样 经常的 我夜半醒来 还能看到母亲在访线 而天亮后 我背着书包去上学 母亲扛着锄头去下地 这是我最后一次看到母亲和姨娘们织布访线 后来我再也没有见到过这种温馨而古老的劳动场景 来自南方服装厂的成衣 异常便宜 春夏秋冬 款式新颖 合体漂亮 尽管有些衣服可能就是带着各种病菌 从沿海运来的洋垃圾 但是西北农民并不知道这些 他们只知道这些衣服很便宜 而便宜是他们选择衣服的最重要的标准 徒布衣服 被人们遗忘在历史的深处 我曾经专门问过母亲 徒布是如何制作的 母亲这一辈人 是至今还掌握着徒布工艺技术的最后一批人 这些年 多少老航大唱着凄凉的板歌 在无人问津中无奈消失 铁匠 木匠 瓦匠 泥水匠 表胡匠 孤筒匠 捕锅匠 剃头匠 磨刀匠 还有陶工 修钢笔的 货廊担子 弹棉花的 卖爆米花的 流动照相的 拉大句 扯大句 姥姥家里唱大戏 接姑娘 请女婿 就是不让东东去 不让去 也得去 骑着小车赶上去 这首儿歌名字叫做 拉大句 还有一个外表黄色的谜语 也是说拉大句的 两个人对着干 围着一条线 干得满头汗 脱了一幅干 后来的儿童们 再也听不到这首儿歌了 即使听到了 也会懵懂不知 莫名其妙 张打铁 李打铁 打把剪刀送姐姐 姐姐留我歇 我不歇 我要回去打毛铁 这首儿歌说的是铁匠 后来的孩子一定会问 剪刀怎么就能打出来 什么叫做毛铁 逃进门前土 屋上无片网 食指不沾泥 零零居大厦 阅读到这首古诗的孩子们 不知道描写的是陶宫 知道的是陶宫 又不会知道陶宫是干什么的 很小的时候 做木匠的白白 就给我讲过这样一个传说 宋朝的时候 有一个人叫秦少游 他出了一个谜语 给大事人苏东坡采 迷面是 我有一间房 半间租语转文王 要是射出一条线 天下邪魔不敢打 苏东坡心中有数 却装着猜不着 另做一迷 让秦少游采 迷面是 我有一张琴 琴弦藏在腹 平均马上弹 弹尽天下去 苏东坡的妹妹 苏小妹马上也说了一个谜念 我有一只船 一人摇鲁一人牵 去石拉茜去 归来摇鲁还 这三个谜语的谜底 都是磨斗 磨斗是什么 磨斗是木匠使用的 一种重要的工具 据说是鲁班发明的 而鲁班生活的年代 远在春秋战国 此后 我给自己的孩子 在说这个谜语的时候 在说谜底是磨斗的时候 孩子会不会问我 什么是磨斗 消失的老行当 承载着我们这代人 太多太温暖的记忆 消失的老行当 又会留给我 太多太多的感伤 那时候 我们放学后 总喜欢围在铁匠的身边 看着炉火熊熊 铁锤叮当 看着一片 毫无形状的废铁 在叮叮当当声中变成铁仙 变成锄头 变成一枚铁钉 还有的时候 村口会有爆米花的叫声响起 我们看着爆米花的老人 摇动着密封的圆锅 一声闷响 雪白正亮的爆米花滚落出来 我们环叫着简石落在远处的几粒爆米花 就能够让我们高兴很多天 我们最盼望的 还是货狼担子的到来 货狼带来的 不仅有我们平常见不到的针头线脑 橡皮筋铅笔刀 还有令我们惊讶不已的外界消息 还有修钢笔的 他总会在校园的梧桐树下 摆出一串串钢笔配件 我们一下课就会围着他 叽叽喳喳地问这文 他的口袋里 通常会别着三只以上的钢笔 我们的老师就编了一手顺口溜 别一个钢笔 中学生 别两个钢笔 大学生 别三个钢笔 要么是修钢笔的 要么就是贼娃子 而现在 我们再也找不到他们的踪迹 如今 机器的批量生产 代替了传统工艺的精雕细脏 无论是在喧嚣城市的高楼中 还是在偏远乡村的小路上 都再也听不到 一扬顿挫的叫买声 那些曾经辉煌的老航道 已经走上没落 我们只能在记忆深处 打捞他们模糊的身影 在发黄的照片中 寻觅他们远去的踪迹 在那些岁月魔力后的沧桑文字中 想象他们曾经的岁月 长河落日 古道西风 岁月的封城淹没了那一段历史 若干年后 人们会不会想到 这个世界上 曾经有过这样一些职业 他们顽强而卑贱地生活着 生活了很多年 终于倒在了工业文明 到来前的暗夜里 工业文明是历史发展趋势 我无意贬低 但是老航道的岁月晚歌 总让人惆怅晚分 此后 世间再无老艺人 防线织布 现在也行将消失 母亲说 从棉花到徒步 中间要经过很多过程 棉花成熟后 会开出一朵朵白色的花 将棉花摘下来的过程 叫石花 庄护人为了提高速度 通常会将棉花 与花瓣一起摘下来 回到家后 再将棉花与花瓣 一一分离 石花的时候 每个人的腰间 缠着一个大袋子 通常是用编织袋封成 上面还有诸如 尿素 碳氨的字样 摘下的棉花 塞进编织袋里 远远望去 每个人都像身怀六甲一样 臃肿不堪 行动迟缓 小时候唱一首歌叫做 《劳动最快乐》 我在石花收卖的时候 感觉不到任何快乐 只感到痛苦 那些说劳动快乐的人 都是坐在办公室里 闭门造车的书呆子 他们从来就没有经历过 真正的劳动 请不吝点赞 订阅明镜 请不吝点赞 订阅明镜